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中心社记者郎佳慧 今天呢我到了进博会的消费品展区 这里简直是女生的天堂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美妆还有日化用品的这个专区 听说呢在这里有很多让人变美的利器 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了要赶紧一起去体验一下 走吧走吧 那刚才看了一圈呢 我现在根据我自己的需求 我觉得最近就是熬夜皮肤有一点暗黄 想先去做一下这个皮肤检测 看一下我最近的皮肤状态到底怎么样呢 那这里呢就有一个可以进行私人定制的皮肤检测 和护理一条龙的服务的这样一个地方 我愿称之为魔法屋 那我们现在就进去看一下这里能把我变成什么样子 走走走 首先呢是待会儿有一个正能三明面前 可以帮你检测 先看一下我的皮肤状态怎么样 对 应该是首先暗黄 可以检测到18项的一个性格 好的好的好的 那现在呢我先帮你卸个妆 好 接下来我们到我们正能三明面前进行我们正能三明面前来 哇真的这个变化也太明显了吧 各位朋友们我刚刚只做了六分钟的变化 一个面部护理 我觉得我的整个脸都往上提了 对吧 山下大哥是不是 而且它这个也就是没有什么不适感 是很享受的一个状态 女性同胞们非常值得来体验一下 那现在呢脸已经提拉完了 那现在下一步就应该是化妆了 那化妆必不可少就是口红 那在这个展具里边呢有一款机器 叫口红打印机 通过穿搭来取色 先来一张自拍 好 然后呢它这里有一个取色针 放到我们的这个肤色上面 然后呢再放一个放到我们今天穿的衣服上面 灰色的 然后点击确认 它就会给我们自动识别一个相对来说更加完美的唇色 嗯 这个颜色还是挺好看的 显得人气色很好 更白了一些 它可以直接就出色 然后用这样的这个唇刷进行一个调和 现在上唇来看一下 它这个颜色在我的嘴上是什么样子 感觉涂上这个颜色之后 我的气色立马又提升了两个度 今天可能是我人生最白的一天 而且它涂在嘴上的那个触感是非常好的 今天的这个变美的打卡计划也算是完成了第二步 你是不是忘了上笔妆 说上咱就上 拍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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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了已经把底妆给补上了 现在看起来是不是状态是可以的 今天的这个变美计划太成功了 变美计划最后一幅完成 就能够触发尽量 他们是 对了 预触 预触 预触